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三百八十几 谁说我大凤读书人做不出好事 春围的考场就是李安排的小黑屋 称为号舍 学子进入后负责监督的号兵会把大门挂锁 仅留一个递送考卷的小窗 整整一天 学子们的吃喝拉撒都在小黑屋里完成 烛光如豆 小小的屋内染上了昏黄 雪二郎坐在岸边 往燕台倒入清水 缓缓的研磨 距离开考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足够他静下心来想一些事 自顾科举重惊议 轻失负 再加上大凤诗坛衰弱已久 因此呢 这会是最后一场 对于大多数学子而言只是走个过场 方才入院时 相熟的学子们言笑艳艳 疑然自得 不像前两场 脸色严肃 心态紧张 仿佛要披甲上阵似的 但是别人可以轻松 雪二郎知道自己不能疏忽大意 他是白露书院的学子 按照朝堂主公对白露书院学子的态度 中了进士之后 要么发配到穷乡僻壤 要么迟迟不给关身 雪藏起来 雪二郎有自己的志向 既不想被发配到穷乡僻壤 又不想流经雪藏 前路漫漫啊 许新年叹了口气 这时门外的号兵敲了敲小窗 嗡声嗡气的说道 老爷 镇子来了 参加春围的都是举人 举人有做官的资格 大头兵们都直接称考场学子为老爷 许新年接过卷子 铺开在桌案 此时天色一亮 不过朝阳未曾升起 借着橘色的烛光 许新年定睛一看 题目是 《成子干戈》中的一句话 三军可多帅也 匹夫不可多治也 宝读师叔的雪二郎 瞬间提炼出核心 永治 他盯着考卷 神色难以控制的呆滞 眼睛里则有难以置信 大哥那天进我屋子前 肯定踩过狗屎吧 雪二郎喃喃说道 心里想着 这也能给他猜中 那天抓揪的事儿 雪二郎全当是应付烦人的大哥 春围考题虽然可以猜 但仅限于精益和策论 毕竟两者都有迹可循 诗词题目则完全看考官的心情 想出什么就出什么 即使以路边野花为名 也是有可能的 这都能猜 除非大哥那天晚上猜到了狗屎 雪二郎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可能 等一下 许新年震惊 困惑 茫然等等表情 统统转化为狂喜和振奋 大哥猜对题了 大哥猜对题了 他豁然间挺直腰杆 忍不住想长小三生 来表达此刻内心的激动 以大哥的实在 竟然猜对了考题 那么会诗第三场 将以我许二郎为尊 我也许能敬祝员 会诗取众者为共识 共识守名称会员 他这么想是有道理的 首先会诗胡明 他白露书院学子的身份 不会曝光 因此呢 也不会被排挤 其次呢 许新年是天生的读书种子 大儒张慎的得意门声 再加上儒家体系过目不忘 念头通达等加成 自身水平远超国子剑学子 最后 大风为了防止科举舞弊 安排了三名主考官 多名同考 这里面的成分就复杂了 三名主考官 必定是来自不同党派 没准还互相敌对 即使有人能买通 一名主考官 也不可能买通 其余两名 因此 每一届的会议室 考官之间 也会来一场 龙争虎斗 然后相互商议 妥协 做出最后抉择 即使骄傲如许新年 这会儿屋内无人 他完全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了 手舞足蹈 笑得像个傻子 如果有床 他会在床上打滚 或者像蛆一样 扭来扭去 大哥真是我福星啊 安静 冷静 大哥给我的勇制诗 是什么来着 许新年定了定神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幸好儒家八品的他 早已做到过目不忘 而且大哥给的诗 确实好 他记忆还算深刻 很快就回忆起来 提笔战末 展开草稿纸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的手 依旧在微微的发抖 自我调侃一句后 许新年心情放松了些 手不再抖 飞快在纸上书写 金尊清酒斗十千 玉盘真修 指挽前 停杯投注不能时 拔剑四顾心茫然 玉渡黄河冰色川 江灯太行 雪满山 闲来垂吊 碧溪上 呼覆成舟 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骑路 今安在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写完诗 反复看了书遍 确认自己没有写错 但新的疑惑 浮上了心头 黄河是什么 太行又是什么 闲来垂吊 碧溪上 呼覆成舟梦日边 这两句 是有什么典故吗 许二郎眉头紧锁 饱读诗书的许新年 搜长挂堵的 也没想到 黄河和太行在哪里 而根据他对诗词的了解 闲来垂吊 碧溪上 和呼覆成舟梦日边 应该是两个典故啊 大哥真是的 写诗之诗 也不知道坐住 这样如何让我明白 他坐实时的心境 如何明白 他的深奥用意 黄河和太行 应该是和明和山明 这个可以更换 至于 闲来垂吊碧溪上 和呼覆 成舟梦日边 这一句 纵使没有典故 倒也不难理解 想要表达的意思 问题不大 于是呢 更换了黄河和太行后 许新年提笔答题 复得行路难 本次春围的主考官分别是 东阁大学史赵廷方 有读御史刘洪 以及五英殿大学史前清书 与学子不同 主考官 同考官们 自打会时开始 便没有离开贡院一步 打门挂锁 除非长翅膀 否则别想离开 为了防止考官与学子 串通舞弊 考官们 须等共识榜单确定 才能离开贡院 相较于前两场 乐卷时的烽火狼烟 同考官们 不管是态度 还是情绪 都产生极大的变化 狗屁不通 什么破事 也敢在会时上献丑啊 借竹遇人 以此永智 角度虽然不错 但永竹多过永智 奔莫倒智呢 哎呀 看了半天 没一说令人惊艳的事 往年不也如此吗 倒习惯了 乐卷官又叫做连内官 他们一边乐卷 一边点评 扎一看 气氛中火药味十足 其实是最轻松协弈了 诗词不受重视 做得好锦上添花 做不好也无所谓 反正都是渣渣 学子们做出的诗 中规中矩 便是难得 不值得考官们严肃对待 在京城 说到诗 有一个人 绝对绕不开 他就是大耕人许其安 被如临奉为诗坛魁首 或者大奉诗坛救星 唉 那许其安若是参加会诗 不说别的 至少今年会诗将诞生一首传世诗吧 谁说不是呢 可惜许其安并非读书人 将来史记记载 远几年的诗诗诗佳作 皆来自此人 我们读书人颜面何存 读书人对许其安的态度很复杂 既庆幸他的崛起 让这两百年来有那么几首拿得出手的诗 不至于让后人耻笑 又惋惜他是个武夫 而非读书人 因为这同样是一件会让后人耻笑的事 大奉两百年 读书人千千万竟连一个武夫都不如 千做万做 都是许平志的做 就在这时 一位月卷官展开一份腾抄的卷子 细看数秒后他愣住了 身体像是石化 一动不动 但是他嘴皮子不停的在念叨 反复念叨 持续了几分钟后 这位月卷官目的起身 环顾房内众同僚 深吸了一口气 掷地有声的说道 谁说大奉读书人做不出好事 谁说的 谁说的 月卷官们纷纷看过来 神色茫然 不知道他发什么疯 诗坛衰弱都两百年了 当代读书人不善诗词 这些都是事实 有什么好争议的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